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有這樣 鹹甜鹹甜 不行的 特別是 因為你不需要燈 這個你在路上賣的 所以你馬上賣 你不需要白兌什麼的 我很不喜歡白兌的 所以這又是你推薦的 但是也是我覺得這個很健康 然後也是我們在法國 小的時候也會有這樣的 就是有包蜜 like rice cookie 就是圓圓的 對啊 然後這個 因為也是很健康 所以我可以吃我小朋友 他們也會吃這樣東西 我喜歡吃的 熱的我沒辦法 特別是因為 這個味道 是因為我們法國小朋友的 怎麼講 Glue 膠水 是他們用這個味道的 哦 特別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看我們法國的甜甜的東西 一定是好吃 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也是非常 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一定要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漂亮 OK 第一個是 我覺得還OK啦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然後 但是我覺得姚沛 我的牛奶也是我的咖啡 但是 第一個是 綠豆 哈囉 綠豆 不是水果嗎 綠豆啦 綠豆啦 不是水果 就是歐洲人的想法 綠豆是菜 你們覺得綠豆是水果 綠豆不是水果 綠豆是鹹的東西 不是甜的東西 綠豆是甜的東西 不是鹹的東西 對綠豆是甜的東西 看你怎麼煮 我們是吃綠豆是跟肉跟什麼 像紅豆一樣 看你怎麼煮啦 我們在西方 通常我們煮這個綠豆會用鹹的 都沒有鹹也沒有甜 但是它也可以鹹嗎 對啊 還OK 有一點感 但是也是我老婆也是喜歡賣的 所以她買的時候 這個在我們家裡也是還滿安全 因為我可能我的小朋友 她買的也是買鳳梨酥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買鳳梨酥 如果有選字 當然我會選鳳梨酥的 那是說台灣這麼多東西 你都不喜歡 你到底在台灣都在吃什麼 No 這個東西 因為你給我吃的東西都 我非常喜歡台灣菜 OK 我剛剛有說做豆腐以外 你們台灣菜我非常的喜歡 但是你們的甜點 I'm sorry 不是甜點 法國有一個是鹹白 我們有好多不動的 所以最常常最有名的是有 這個很好吃 就是KISH嗎 對啊 KISH LOREN KISH LOREN 台灣我也常常也會做 但是我的問題是在台灣 你們吃的豆腐都是一片一片 你們是超厚的 對 我們是用乖乖的 一塊一塊這樣 所以如果用一片一片 就是跟桿子不一樣 有一點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要去 現在台灣還有一些地方 是比較專業的地方 可以賣這樣一塊一塊的豆腐 所以非常好吃 專業 我又要去莊嚴的地方 我又要去莊嚴的地方 我剛剛也有說 都有賣很莊嚴的活動 對啊 但是自己做也沒有 我也聽成莊嚴 你可以自己做 真的沒有那麼麻煩 KISH聽說 可是他那個派皮很重要啊 你要自己做的 對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第一次我去賣的 因為我國外 我們可以自己賣 這個皮可以自己賣 台灣我老婆的媽媽 有帶我去一個 特別是開外的地方 像一個工廠 然後我以為是 像可能我們發過一樣 然後我開外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皮都是 電的也不是鮮的 然後也是 我不知道 奇怪 所以現在我自己做的 就改良變台灣口味了 這個皮自己做也是很簡單 改良過了 但是對我們來說也是很奇怪 因為這樣芋頭 本來對我們來說都是鮮的菜 不是 大國也有芋頭 也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這樣吃而已 我覺得不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配果薑 還是巧克力 還是這樣你放上面這樣 早上的時候喝咖啡 拉丁 太好吃了 這個一個問題而已是 我沒辦法決定 我要吃五個而已 還是六個而已 我會一直吃 一直吃 這樣東西 可是我們法國沒有 所以會送給我法國朋友 他們也很喜歡 可是這個熱量也滿高的耶 我覺得去法國你要賣 二砍漿 二砍漿 我喜歡 我喜歡 對嗎 那這個是一次法國 一個還滿有名的 然後你可以賣 像我這裡也是有 我每次 喔 這個超好吃的 喔 這個超好吃的 這個當然有一點貴 因為是我們法國還滿有名的 但是 所以好吃 然後你可以這個 你可以用很久 大概一年多 兩年多還可以用的 我小的時候 我跟我的朋友回家 我們大概十歲的時候 很餓 然後蓋冰箱 然後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跟朋友拿麵包 然後因為我小的時候 不知道是餓乾醬 是我爸爸剛剛賣的 很大餅 然後看朋友就是做賞名次而已 然後晚上我爸爸說 是不是你吃冰箱裡面的餓乾醬 我說我爸爸這個很好吃耶 他說難怪是200歐的 200歐元 是 六七千塊 我們兩個小朋友都吃完了 後來你們被吊起來打多久 但沒有說啦 是OK 大家覺得是還可以 沒關係 我也不知道了 有人不喜歡餓乾醬嗎 好喜歡 好香喔 還好 現在有一點太乾 因為剛剛有準備好 這個你看看出來是從冰箱出來 所以有一點冰的 然後你用 沒關係沒關係 再乾也不會乾過剛剛那個 等我跟妳講 麵包你剛剛靠 這是很飽的麵包 你剛剛靠 然後你放上面的二乾醬是冰的 這個太好吃了 真的 太好吃了 當然還有還有一些是法國 你去法國一定要 紅酒 當然那是香檳 法國名產太多了 當然這樣 那我覺得你們去法國不要賣 像最有名的品牌 你要賣 因為台灣也可以買得到 像如果要去賣波多 還是莫伊香東什麼的香檳 這個台灣都可以買得到 當然比較貴一點 可是其他的只能叫氣泡酒 但是你要賣是像單體人 我們法國有好多地方 他們有刺激的品牌 我來自己的 所以像這個是Colio 2012 這個是我住的地方來的 你的家鄉 對 我的家鄉 它這個是紅酒香檳 這個是紅酒 那是比較淡一點 太現了 然後你看這個也錯錯的味道 不是 這是警殺 我跟妳講 這個在我們家 我有兩個小朋友 這個在我們家是最安全的零食 因為他們不會吃 因為 只有大會吃而已 小朋友也不敢吃 我也不敢吃 超級好吃的一個軟湯 然後這個這個軟湯是 就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我跟你講 因為它裡面 特別我小時候是 有分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每個顏色有它自己的口味 像我這個是 檸檬 檸檬 然後你剛吃哪一個 這個orange 對 那就是橘子 然後如果粉紅色 因為我們小時候 不知道粉紅色是什麼口味 小時候他們的廣告做得超級好 都超好笑 到隔天 你看到那個廣告剛出來 每一個學生都在那個 你同學都在聊 他的廣告 超好笑 這個 不 不 不 來吧 這太甜 這感覺真的很棒 有什麼東西你會喜歡的嗎 你太吊死了 吃過這個台灣找得到啊 賣相好 對啊 台灣可以賣得到 還不錯 它是法國算signature 我們贏了 好吃耶 對啊 這是我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 真的 我也覺得這是今天第一名耶 這個在法國也是最有名的 是這個餅乾 對 而且它巧克力的那個甜度感很好 本來這裡的奶油餅乾 這樣的 是很滿 很滿有名的 在法國這個已經只有 一百年以前 已經有 然後 他們是 以後大概是 不知道 三四四十年以前 他們有像是 上面放巧克力的 這是神奇 OK 有奶油餅乾 然後你加巧克力 大家都喜歡就可以 被捕來的一個餅乾 也是 這樣比較脆脆的 薄薄的 這裡沒有 這個比較被喝茶 這個是 這個是你們推薦 對啊 因為這一個是有巧克力的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是原來的 真的很好吃耶 很特別耶 這個也不錯 這個跟奶油酥餅比起來的話 這個才叫酥餅 這個真的好吃耶 這怎麼沒上榜啊 我覺得它是今天第一名了 我改了 因為它這個 你這樣隨興揚花就是 好吃吧 好好吃耶 那邊好酥喔 它那個薄餅把它捲成一圈 然後外面再裹那個小 因為裡面是餅乾 結果不是喔 薄餅 還可以這麼酥喔 因為這個冰塊 原來這邊有巧克力的 然後他們現在有放 你這個發酥的麥干辣 你自己興趣 你的醉派裡面是開一個派對 這個有好多的各位的 就是糖尿病的派對 對啊好好吃 還對啊 那你這個是 還可以啦 不錯 但是太乾了 真的 然後就OK 沒關係 我可以杯咖啡喝 我放我的咖啡裡面都是 因為有一點像 這個口感有一點像剋桑 唉唷 因為有好氣症這樣 所以有一點像剋桑 然後因為奶酥的各位也不會太重 所以我喜歡這樣 因為你們有很多麵包 這個各位像乳中什麼的 這太多了 這太多了 我們喜歡這簡單 所以可以杯很多不動的東西 所以這樣我覺得剛剛 像夢多說要杯咖啡這樣 還滿是喝的 味道太重了 然後也不是麵包 是點點的麵包 跟鹹的東西 OK 然後你們 你們沒辦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要做法國麵包 也是有好幾點都是這樣 他們開始 法國麵包是簡單的 OK 你們開始加起司 然後養種 然後放棄什麼的 以後不是麵包 是這個披薩 所以這一課我覺得OK 第一課我覺得還可以 第一課我覺得OK 第二課我覺得有一點 OK 以後就沒辦法吃 這太多了 膩了 就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 蔥花披薩就好啦 對啊 你要吃披薩 你吃披薩 你叫這個是披薩 不是麵包 我知道杜莉會喜歡 因為美國有很多 這樣華生的醬 但是我們法國這樣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我 不會介紹 我不會喜歡 因為覺得很膩 法國麵包店 到底是不是很無聊 進去就是法國 就是長棍 兩種水分 會有起司在裡面嗎 也不會 還是會 不會 真的啦 我這樣問真的 所以說法國麵包店 到底在賣什麼 我們也是有分開 OK 在法國是麵包店 跟點點的店 大部分的時候也是分開 Bee Street Shop跟Bread Shop 是分開 有一些是放一起 但是所以麵包 大部分都是 當然我們有好幾個不懂的麵包 但是是麵包 講出來 長棍 除了長棍 可頌 還有什麼 圓形的那種 圓的跟方形 圓的什麼 跟上不是麵包 枕頭麵包 這個是Bee Street的 Bee Go Bee Go Bee Go 那也不一樣 所以你們 你們在巴黎要開麵包店 只需要一瓶的大小 因為你只需要放 OK 大部分的時候 每天我們法國人要吃Baguet 最強的 長棍 很強 外面很硬 然後裡面比較亂 因為你 有我們摸過 對 很大對不對 比較大 你要摸 真的很重要 你要摸再決定 是 要先摸一摸 麵包 因為外面一定是陰陰的 但是裡面是亂亂的 那摸一摸就變軟嗎 那摸一摸就會軟嗎 那摸一摸就會軟 因為台灣的問題也是天氣很適 所以如果是已經有住好久的話 你摸一摸一定是變 像橡皮鏡這樣 對 那就不好 這樣不好吃 你要賣的是 剛剛做好的時候 就是最好 這個不是麵包 這是甜點 那這個麵包是 外面陰陰的 裡面亂亂的 這個是我們做Brioche OK 這個不知道怎麼叫 這是亂亂的 包 這個還蠻好吃的 然後也是很甜 我們法國人喜歡很甜 你看你吃麵包才知道 我們喜歡甜點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喔 所以他 算了 我抓不到他的表面 我跟你講我也是有法國的幫友來帶往好機制 我每一次我會 因為7-11也是有賣這樣的波羅麵包 我跟你講 我知道他們一定會喜歡這樣 就是我希望可以配法國麵包的 因為法國人 這個配法國麵包 喜歡喝 那你喜歡那個點是什麼 因為他肉還是他湯的味道 我的確湯的味道也是還蠻特別的 我很喜歡較重一點 剛剛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重一點 我很喜歡的 是 那這個排骨酥 它配法國麵包 這會賣得好嗎 其實 應該蠻配的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燙的 他那個麵包吸 他的那個湯汁 它只要肉放在上面 這樣一起吃 對 台灣蠻好吃的 這個是我知道 大概是八年以後才發現這個 但是因為在台灣 我老婆生小孩以後 我們在做 做月子 對呀的時候 他們說對媽媽的身體是很好 魚湯 所以這樣之後 我老婆沒有喝完什麼的 我會自己喝 我覺得很不錯 真的 然後是輕輕 因為也是法國的 法國我們法國南部 也是會有這樣的魚湯 可是魚湯要處理很 但是很健康啊 是健康 但是因為魚湯有些如果沒處理好 會有土味 對 當然 可是知道在台灣他們做得很好 真的 我們法國最有名的湯是洋蔥 可是沒有湯啊 比較少 因為我喜歡比較弄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碎碎的 可以加多一點水 我們跟你講過 在法國我們說 你要吃湯 不是喝湯 因為我們的湯是比較弄的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那這個湯比較特別是 因為要加起司 然後裡面已經有麵包 對 我有吃到了 對 我們裡面已經有麵包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起司 然後放你的洋蔥湯上面 然後多一點點起司 然後要烤的 這個當然要烤的 所以放烤箱 以後就又烤這樣 這有加酒對不對 對 對 這個是用白酒 白酒 對 法國的白酒 這很簡單 真的是 橄欖油 然後你加一點奶油 你煮你的洋蔥 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 這個洋蔥就變顏色而已 然後你加你的白酒 法國白酒 然後加水 然後你煮大概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好的時候 你就一個 往裡面 加麵包 烤的麵包 所以我們常常也會用 在法國每天會吃麵包 所以有時候我們 另外一天的麵包 已經變硬什麼的 放上面 是要烤麵包 然後加起司 加你的湯 然後多一點點起司 然後要烤的 這已經可以變成主食了耶 不是 這好像吃一道菜有沒有 那種橘胖 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在我們法國也是有很多火鍋 有不同的 有三個 最有名是我們就是 Fond du Savoyard 這個是用起司的 起司鍋 對啊 起司鍋 然後我們用麵包 法國的麵包 有一點點硬硬的 所以你要早一點賣的麵包 然後變硬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放進去 很好吃 那有另外一種也是油 是用很熱的油 然後是用一塊一塊的牛肉 那個不是瑞士的餐嗎 這個是法國 他們是瑞士帶我們的東西 對 她是Fond du 但是法國很瑞士的啊 不是你們的 沒有 他們也有 但是本來是從法國來的 明明你們法國是春雞吧 沒有 沒有 我就是要講它是對的 明明是法國對 因為我上個禮拜正在研究 這道菜怎麼做 最後一個是 我們喜歡點點的東西 你們三次有跟我說 我什麼都不喜歡 你們台灣的點點吃 不是 我很喜歡有一些 那我們法國有一些是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粉絲 巧克力粉絲 那個都以前在瑞士吃啊 對 瑞士在瑞士吃耶 對啊 他們瑞士也是有一些 亂講法文 我知道 但是是從法國來的 他們好像是說 這三個鍋 是在瑞士跟法國交接的 對 中間 是中山山那邊 對 一個小鎮的特色菜 因為我第一次吃到這個鍋 也是在法國 然後我吃的是那個 柏根帝鍋 它的鍋沒有湯可以喝 對啊 它就是一鍋熱油 熱油然後就下去炸啊 對 你就是用一個長叉子 然後你肉塊啊 海鮮就插下去 然後就直接放下去 就自己炸的 以後是因為你要煮 不是要喝的 對 然後它 但是它就是旁邊 好多各種的醬料 什麼蜂蜜揭末醬 美乃滋醬什麼的 所以它那不算火鍋 因為那個起司粉綠 對 因為也是自己煮的 不算啦 如果你可以喝湯啊 你那個沒有東西可以喝 對 他們三種鍋的湯 都不能喝 對啊 但是另外一個起司粉綠 也是 那個起司粉綠就是 也不能喝啊 就是起司 對啊 起司加辣就好了啊 對啊 但是我台灣也是很喜歡 你們的火鍋 因為我老婆也是很喜歡 所以我們常常也會去 但有一個 因為她喜歡吃辣 但有一個火鍋 她喜歡吃 鴛...怎麼講 鴛鴦 鴦鴦鴦 因為他們會一半一半 所以她吃自己的辣 我吃另外一遍 來 接下來壓力越來越大 全面都那麼好吃 這真的是夢多跟趙群來節目 上這個介紹鍋最好吃的 也是第一次介紹吃的東西 你真的有吃耶 我真的覺得好吃 對啊 而且你還一直叫他們 把東西送到休息室 休息室是有多大 我整顆頭都吃了 真的好好吃喔 接下來這一鍋 你介紹的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法國有一個 很有名很老的一個方法的 雞鍋是雞湯鍋 然後你們這裡台灣 他們有改變一點點 有加多一些東西 所以有變一點點台灣的 像跟我一樣 我以前是法國人 然後現在我變有一點台灣 對 因為它是用法國的這個雞湯鍋 然後來符合台灣的吃法 因為台灣人喜歡料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只是這個鍋 然後蒜果肉 大家就覺得怎麼那麼少 說你在幹什麼 沒有 沒有那麼兇說你在幹什麼 沒有 他們會不開心 真的會不開心 這一家 我知道在內湖那邊 還滿多人去吃的 對 真的很有名耶 而且它的湯就是 好像很珍貴這樣有沒有 然後加個湯都覺得不太好意思這樣 是很精緻的鍋 然後那湯真的很厲害 主要裡面你們法國 都會放什麼樣的料在裡面 我們當然要雞肉 雞肉 雞肉 對 但是最最最有名最重要 然後可以加很多竹蟲 是 然後也是很多 我們法國喜歡加 像神 Г MIL spark 香料 很甜耶 很甜啦 你說我嗎 為什麼甜 沒有 你也很甜 謝謝 這個味道就是亞洲人會喜歡的 因為它的是甜 是天然的甜 沒有我跟你講 其實你現在喝到的味道 已經有點改變 它其實這家店 你去的時候 他會先要求你喝原味的雞湯 對 但是真的很不錯 還有那個蔬菜的味道就很不錯 但是我一個建議啦 我覺得那個吃完吃完這個 你要加白飯 你這個 你太不了解他了 你是不是說要吃煮粥 你說 你是不是要煮粥 對 他吃白飯的時候也是要加白飯 這個湯好甜喔 甜喔 這個一定會很甜 我們剛剛 然後這樣我們要煮很久 都是那個蔬菜玉米 我覺得喝第一口 我不覺得它是雞湯耶 我覺得像蔬菜湯多一點 那個不喜歡吃雞的人 我覺得 他喝這個他也會覺得OK 對 而且你喝得出是蔬菜的香氣 我們也要滿滿足的 現在這個已經煮了很多東西了 要不然我們一開始去喝 他給你喝那個原味的雞湯 純的 是很純很好喝的 你們覺得我們發過很難滿 不是 我們很懶惰 你看我們的碳 你去賈德夫那邊 已經是弄好的 你可以賣像牛奶這樣 一樣已經好了 所以有一些就是要加水 所以我們很喜歡 但是是冬天的時候 濃湯啊 濃湯 那他們也都真的是 沾餅乾沾麵包啦 對 一定有麵包 每天會吃麵包 那每一個你去沾第一次家裡 什麼的 都會有法國麵包 這樣搬給在桌子上 一定是這樣放 不可以放過來這樣 為什麼 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是因為很久以前在法國 什麼要殺人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人是這麼講 筷子手人 筷子手 對 筷子手 這樣的人他們因為這樣 這一點的時候要殺一個人 他們是沒有時間去麵包店 賣麵包 所以他們是晚一點再去 那麵包店會一個 訂他們的麵包 然後因為他們的麵包 不可以 當然是賣掉給別人 他們的麵包會放過來這樣 做個記號 所以知道這個麵包是他們的 然後我們習慣是 這個是 不好運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不可以在法國 不可以有麵包是放過來這樣 我們在法國 一定會有麵包 當然會 一定會有麵包 然後我們習慣是跟 如果要吃沙拉的話 是要吃蘿莉 來加火鍋這樣 我們也會準備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沙拉 也是一樣 我們喜歡是用 用 這樣的橄欖油 法國人也用意大利人的橄欖油 沒有 法國人也用自己的橄欖油 他們自己有橄欖油 這裡有 我最喜歡的是香豬這樣 然後也可以用紅豬 白豬 哇 這麼多 太多了吧 我喜歡香豬 OK的啊 但是比利也是要看 你喜歡 燕吧 加胡椒也還蠻好吃 一點點 胡椒也一點點 對啊 對不起 他有硬加了一個胡椒 他有加一個胡椒 他有加一個胡椒 壞掉了 而且還失手的胡椒 對 然後要加薑末醬 喔 不一樣的來了 這個 薑末醬 等等 OK 這樣 這麼多 喔 你們法國也太重口味了吧 看你喜歡的比利是怎麼樣 如果你不要這麼辣的話 你可以給一下 這是在整人嗎 這樣 說不定會很好吃耶 這個感覺可以用水餃耶 我覺得 可以沾水餃 水餃不行啦 不說八道 你什麼都不行 水餃要配豆腐乳 對 那個沾的味道不錯 有比較 軟一點點如果你要 有香耶 對啊好香 喔 我沒這樣加進化吃過 淋在沙拉上面喔 要不然淋在頭上嗎 不是蘿莉 這個蘿莉 可不可以好好的主持 不要講一些幹話 葉生的啦 葉生的 最會講幹話的就是你 很酸吧 怎麼了 很酸吧 因為表情 好酸喔 好酸喔 有一點 酸 那個酸是什麼 我喜歡 是香豬 可是剛剛吃麵棒所以沒那麼酸啊 好酸喔 我沒有放那麼多 好酸喔 因為我習慣這樣 因為我小的時候我爸爸喜歡這樣 所以我喜歡這樣 你可以比你用不一樣的 你可以用更多的橄欖油 然後香醋比較少一點 醬油比較好吃 對 在台灣有一個變成是很奇怪的 對我來說是 科桑 有一次有去7-11 才發現他們有 他們叫波羅科桑 說好 看起來是跟科桑一樣 但是不是耶 不是不好吃 覺得還可以 但是不是科桑 然後還有其他的地方 像星巴克 是有好幾家 他們也是 用科桑 然後是OK 他們的科桑OK 但是裡面 就像片三明廁一樣 裡面是放起司 麵糰什麼的 對 What are you doing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要吃三明廁的話 你用法國麵包啊 你不要用科桑啊 科桑是店的東西 你不要店跟鮮的東西 反應吃的好吃 那你們平常吃可桑是配果醬 對啊 奶油這些 對 本來在法國就是 你去店 店店在麵包店賣 買科桑 就有原來的科桑 還有另外一個是 像加多一點奶油 like a butter croissant 所以會更甜更嫩的 這樣是 然後配咖啡就很好吃 你這個科桑可能裡面有 有起司 你要配你的咖啡這麼一樣 來吧 那個超奇怪 有吃過嗎 好不好吃 不好吃 你們說我發誓波并 我第一次是在台灣的夜市吃的 然後跟我們法國的薄餅 真的很不一樣 但是因為你們比較 台灣的法式薄餅 是日本日式的 因為比較大 也是比較硬 所以 很奇怪吧 但是 因為我覺得本來 你又想聊什麼 我沒有說什麼 我就是是這樣而已 OK 然後就是第一次我老婆給我吃 本來我覺得 大概會很奇怪 但是很不錯 因為法國在座的 就有點點的 可以吃 就是像是國醬 是蛋 是什麼巧克力的 但是你們台灣 因為是片 是這樣 很大 所以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所以有很多不動的口味 所以真的很不錯 我上次有去咖啡廳 你加咖啡廳 他們的咖啡廳 裡面 他會加薄餅 然後會加沙拉 多好 然後 不是上名字 是咖啡廳 很好吃 很好吃 那如果你要吃 薄餅 沙拉 什麼 他們加玉米什麼的 好好吃喔 我要配我的咖啡 好有錯啊 對啊 我沒有來吃便當啊 真的 我要喝咖啡 跟吃我的咖啡 然後我跟他 沒關係 你拿到以後 你就把裡面的玉米 還有黑根 都把它拿掉 我跟那邊的服務 說我要原味的 他看我 像我在 不知道 我在冰淇淋的店 跟他們說我要吃牛肉麵 欸 你們買咖啡 我就要原味的咖啡 他們給我 他有給我刀子跟茶子 對啊 方便你吃啊 對啊 哪裡你用 哪裡你用 他這個 刀子是吃咖啡 太奇怪了 如果他有玉米跟鮪魚 就需要刀叉啊 No 咖啡 你要帶咖啡 你要用你的說 然後你放你的咖啡裡面 這樣 也可以 但是你咖啡裡 就會有鮪魚跟 是 八國南部 我的家鄉 還滿有名的一個 菜是 哈密瓜甜酒料理 哈密瓜甜酒料理 這多 剛才甜耶 菜好吃的 然後有時候也會加 這裡也是 有一點點喝對了 這樣是很滿有名的 在我的 我知道啊 就是在讓他們包上面放 放那個火腿 但是要加甜酒 然後這個 因為我的家鄉是 上面這三 都是不到酒 然後這個 我們甜酒是從哪邊來的 然後是很滿甜 真的很滿適合 然後這樣的甜酒 我們喝的 如果要喝的話 一杯而已 是冰的 然後有一家 是特別有名的是 這一家 這個很 還滿有名的是 飯店跟張丁一起的 這一家 這一家已經開了一百多年 所以是我爸爸媽媽 從小的時候 我已經會去哪邊 這一家還滿有名 因為他們有很多 藝術家 有來那邊 住那邊 比卡索 馬蒂斯 他們都有來過 所以 好假的 這是真雞 我跟你講 有一些照片 你可以看到是比卡索的 然後現在 我小的時候 還有比卡索的床柄 在橡皮上 真的喔 對啊 真的 現在沒有了 他們拿掉 最貴的都已經拿掉 因為看到了夜晚 就不見了 對啊 因為大部分的人 他們會去 我的家鄉真的很小 然後是海邊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們來自去海邊吃飯 因為風景很漂亮 什麼的 但是單地人 當然風景已經有趕過了 所以要去這樣的地方 這一家還滿有名 叫 對 然後你要在裡面吃飯 因為裡面有這樣 這麼多的作品 是我們法國的文化 酷耶 這個 然後你可以吃這個的菜 也是已經一百多年 他們已經開設 這個好幾百年以前 已經有吃這樣的 哈密瓜 甜酒的菜 所以 真的有法國的文化 還有法國的菜 所以這個 還滿適合一起的 因為有一個米西林 所以就是有 對 有騙見 這也是法國的時候 我知道如果他們有 一個米西林 我知道一定會喜歡 對我喜歡 對不對 這個麵 我知道烏特隆也會喜歡 因為這個有一點像 意大利的Bolognais 對不對 你不能這麼說啦 對啊 對不起 這個比Bolognais好吃 對不起 對啊 然後有一點點辣 但是不會太辣 所以 然後當然我覺得還OK了 這個我也喜歡 真的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